14POLO MAX 256有锁的 在华强北是怎样的一个行情 这个是一个全新未激活 也是刚刚激活的一个机器 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激况 有锁的建议兄弟们只用一个单卡 然后配合一个小白卡 就可以正常的一个使用了 信号的话它会跟无锁的会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现在的QPEV解锁的话 它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 这是有锁的全新机 现在我们在华强北这边的一个档口拿货重 未激活的就是一个5400 如果是说有激活的话 那种激况的话会少 少个50块钱 就是535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是一个美版 以前有锁无锁的一个边框 这个卡槽也是后置开上去的 看到没有 已经完美的一个使用了 再看它的一个具体激况 有锁的它跟无锁的区别 就是要它配合一个小白卡 别的都是一样使用 而且但是它的一个性价比会跟无锁的话 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1500的左右的一个差距 这是14Pro Max 美版LL 然后就是一个 SN卡一锁 外观的话也是低水层珠重 屏幕的话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屏幕 跟新机毫无差别 但是5400块钱 就可以体验得到一个14Pro Max 它的拍照 它的性能 跟国航有锁的都是一模一样 如果是你你们会选择这种5400的14Pro Max 神1500左右吗